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大家好 我是宛如 在今天早晨的节目想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最近听到一群好可爱好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推出了公益单曲 叫做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这是一群来自于听力损失的孩子的歌唱 但很多人可能对听力损失的印象是 这群小孩好像不太会说话 只能读特殊教育班 还是只能用手语来沟通 其实有一群听损宝贝 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哦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听一段他们的歌声 爱唱歌 幸福的孩子唱着幸福的歌 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美好的时刻 我们一起唱 幸福快乐的歌 幸福快乐的孩子 爱唱歌 爱唱歌的孩子 幸福快乐 爱唱歌的孩子 幸福快乐 是哪一群小孩这么爱唱歌 又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开心喜悦呢 在这一集节目 我们邀请到的是 这一个公益单曲当中的小歌手 杨乃琳 莱拉 还有莱拉的爸爸 杨淳玉 我们邀请他们两位重要的人物 来到我们的空中 跟大家来聊聊 他们录这一张专辑的一些心情 好 莱拉你好 你好 今天来上通告对不对 到电台上通告 先帮我们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做杨乃琳莱拉 我今年六岁 我读一年级 我的兴趣是 画画 弹钢琴 跳舞 指财轮 跆拳道 还有 看爸爸妈妈出事旅行 好 这个是今天来上我们通告的小歌手 莱拉的自我介绍 听到很多人 我感觉到莱拉真的多才多艺 除了唱歌跳舞 还有跆拳道 哇 学这么多东西 来我们继续来跟莱拉的爸爸问好 爸爸好 哈喽 大家好 爸爸 这个莱拉 怎么学这么多东西啊 你们怎么安排他一天的生活的来 其实也是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他自己主动说他要学的 反正我们是觉得说 学才艺也是一个就是培养小朋友一个很好的态度嘛 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要一点一点努力付出 然后慢慢慢慢才会看到一点成绩 所以目前为止 我觉得如果他自己很喜欢我们可以孤单乐习的话 我们就是尽量都让他去好好的学习 这样 而且对孩子来说自己选择了某一项才艺去学习 就是要持之以恒 要自己努力 我们刚刚一开始也听到的是 有亚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在最近所发出的一个最新的公益单曲 叫做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所以莱拉我想问一下 所以你爱唱歌 在这个唱歌过程当中啊 你有没有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这是遇到香蕉哥哥跟草莓姐姐 哇 这个是台湾的儿童电视节目 大家的偶像 所以香蕉哥哥草莓姐姐有带着你们一起唱这首歌 有 好 那这是很开心的 那再来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困难的一点点的事情 是会紧张 看你们的MV很有大将之风 看不出来你有紧张 那你紧张的时候要怎么办 爸爸的勇敢会借给我 爸爸的什么借给你 勇敢 勇敢 还有抱抱 爸爸给你抱抱 还有勇敢 好 我也好想跟莱拉的爸爸借一下勇敢 可不可以出让你的爸爸勇敢给我们所有听众 好 我们这个跟莱拉稍微聊了一下 其实接下来就是要请很勇敢的莱拉爸爸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天了 莱拉爸爸 这个莱拉能够选出来成为这一次录单曲CD的小歌手 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耶 对啊 其实当初我们也没有想说 想说他那时候在甄选一个小歌手嘛 那我们想说就是帮他报名 因为他其实还蛮喜欢音乐的嘛 那后来就发现哇 这整个一连串的过程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 就是从一开始要帮他准备报名 就要准备一些报名的资料 那甄选呢也不是说一次而已 我们总共去了两三次 然后最后选上了以后呢 还要每周过去练唱 然后练完唱之后才到录音室去录音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一连串下来哇 真的是也花了蛮久的时间 所以在这次公益单曲里面 有11位从全台湾各地海选出来的听损小歌手 他们爱唱歌也从唱歌里面感受到幸福 不过这个过程真的得跟爸爸借勇气勇敢 因为还要复赛决赛 然后再加上歌手训练才能够登台演出 莱拉爸爸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到孩子现在我们现在是发片歌手了 你的这个喜悦会跟我们来谈一下 其实我跟妈妈最近都觉得感动都快要哭了 对啊因为其实他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练习了非常的久 那因为今年刚好又遇到疫情嘛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呢 当初都有些暂缓 那我们也等了蛮久了 所以从等到现在终于可以发片 其实已经大概前前后后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 好消息是现在疫情越来越趋患了 大家可以这个好好的欣赏这一些小歌手的歌 再来就是您带着孩子一路陪伴着他 然后也跟着他支持着他 其实这也是作为先天听力损失的家长们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是莱拉爸爸也可以谈一下说 莱拉她是先天听力损失吗 当时知道的情况是什么呢 其实她现在小朋友出生 都会做新生儿的那个听力筛检嘛 那她一生出来 就好像生出来三天内就会做 那做出来她第一个听解就没有过了 那我们后来就听有医生的介绍 就是说大概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候 再去做大的医院做比较细的检查 那检查完之后基本上就确诊 就确定她是先天上是有听损的 会不会觉得说一开始 她只是因为检查没有出来 就是你很难去接受这件事情吧 就是仪器可能测不出来 可是我们一直会抱持着一种希望 她只是目前测不出来 会啊 那个过程其实都会 其实一开始都会觉得说 是不是检查有什么错误 或者是说有的人就会说 是不是一开始可能 那个听力的构造还没有长好 可能过了几个月就会好了 但是其实过了几个月之后 随着那个检查更仔细的做出来的结果 其实医生都还蛮笃定的 我们自己在当然也会比较了解说 这个东西我们真的要还是 就是真的去面对它 然后看看我们到底可以 怎么样的去帮助它 我看到一份资料是亚文儿童 听语文教基金会所说的 这是根据调查 每一千名的新生儿当中 就会有三位是先天性听力损失 那这千分之三 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遥远 因为很少 可是对听损儿的家长来说 这都是一个他们 要去面对的一个人生的功课 但是这也必须说 因为医疗越来越发达 越进展 而且新生儿可以透过一些辅具 佩戴之后进行矫正 所以听众朋友 您今天听小歌手Lila 跟大家对答自如 而且这个空中自我介绍 这一连串的过程 我想虽然一开始是担心 是伤心 可是也不用垂头上戏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一开始总是心情上会比较低沉 尤其是像小朋友一岁以前 因为他不会说话 所以其实不是会说话的时候 你根本就会不是了解说 他到底可以听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者是他以后的语言 可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就会比较容易担心 那现在医疗其实很发达 就是很早可以帮他们检查出来 检查出来像Lila 他大概七八个月就开始配助听器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知道说 他对不一样的声音 都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然后随着他开始一岁以后呢 他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学出话 这个过程慢慢慢慢 当他越讲越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他可以透过助听器 或者是不一样的辅具 可以让他可以跟一般的孩子 到学校去正常的学习 所以他一岁开始学说话 其实也跟一般的幼儿发展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 就是孩子们 给他压学语的时间点 也是差不多一岁前后啊 进入一般的学校 因为他现在国小一年级 是小一 就是六岁 我们总是不太了解 像这样子听说儿的教育 要怎么去接助他 怎么去发展 宝宝你刚刚说 他其实也可以进入一般的学校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 其实他带助听器呢 基本上他都可以听到 大部分的声音 当然会有一些 他会比较弱的地方 那比如说像学校可能 如果在比较吵杂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老师跟小朋友 都同时都在讲话的时候 这种时候对他来说 他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他要去辨识 那个声音是不容易的 那像我们现在都会有 用一个那个FM系统 这个就是一个老师专属的麦克风 那老师上课的时候 他配戴这个麦克风 老师的声音就会直接 传到他的助听器里面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蓝牙耳机这样 所以这个就可以帮助他 在学校可以更专心的听到 老师在讲什么 就等于没有其他的干扰 在他的耳边了 这其实真的还不错耶 爸爸你没有这样介绍 我还真不知道 我以为老师拿着麦克风 就是纯粹就是一个扩音的效果 但是对小小孩来说 Lella小的时候 他要他带上一个 协助的一个矫正助听器 这会不会很困难呢 婴儿的时候 婴儿会好奇嘛 就会比较容易去抓他 去拿他这样子 但是其实他一睡以后就还蛮稳定的 因为当他发现说 这个东西可以让他听到很多声音 而且这些声音对他来生活中 是有很多有趣的意义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更喜欢去佩戴他 因为戴了以后 他可以从事跟我们更多的互动 有了辅具有了助听器 其实一切都还蛮顺利的 可是你们在教养之中 会不会出现一些 跟其他小孩的教养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那尤其是在学龄前 其实因为你不确定他的语言发展会是怎么样 他虽然听得到 但是听的细腻度是怎么样 其实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那在陪伴他的过程中 帮忙他建立一些语言的能力的 那有一些其实很多语言很多小细节 如果是一般的小朋友 可能爸爸妈妈不会很在乎说 你的小孩子听不听得懂 比如说虾子跟鸭子 听不分辨得出来吗 但是像亲存的小朋友 我们就必须要去在这方面去 让他去多练习 然后甚至去观察他 对于这样不一样的声音的反应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他的能力在哪里 他的极限大概在哪里 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练习 所以我刚听Lella的讲话 其实是很有大将之风的 他是可以侃侃而谈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宝宝妈妈 又花了多少的心力的陪伴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象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但是这个辛苦过程当中 想必也会有一些喜乐 就是开心的地方 爸爸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陪伴这样子的听手 你觉得或者是Lella 她有什么独特之处 让你觉得格外的不一样 我觉得一开始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 因为我们习惯常常去跟他讲话 然后呢 就是很多话题都会 都会跟他越讲越深入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中 反而让他的 他的生活的经验 或者他的知识 其实反而相较 很多不一样 很多孩子 其实我觉得他是更丰富的 对那当然 我觉得现在 现在我们常常会觉得 他太爱讲话了 就是整天 其实大家一直一直讲 尤其是他很喜欢讲故事 所以我们常常会让他发挥 就没想到一发挥 他一个故事 就可以讲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这样 这是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后一个阶段 爸爸你有没有特别想跟同样 有听神儿的家长们说的话 第一个我想先了解 你们为什么会找到亚文基金会呢 就是当然基金会可以提供很多的协助 但也不一定每一个家长都有机会接触到吗 其实我们我跟妈妈那时候 就是在刚刚讲到一开始很无助 然后很伤心难过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那刚好就是有人就介绍我们亚文 那亚文其实很棒的就是 他办了一个那个讲座 就是给我们这样子的爸爸妈妈 就是刚发现小孩子有确诊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那个讲座呢 他就一整天 他是一个课程 然后呢 他就从一开始跟我们介绍说 什么样是听神 听神的发生的状况 那小朋友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去帮忙他们 那亚文他们有一系列的课程 那课程是怎么样可以帮听神的小朋友 建立很好的语言能力这样子 所以其实上了那个课 我还记得那时候最后 他们就有带了一个小朋友 是他们亚文的小朋友进来 然后就讲了一些话给我们听这样子 那我们听到就 哇 心里就很震惊 我们心里就默许说 我希望就是我们小孩可能两三年后 就可以像这个小朋友一样这样子 对 那后来真的刚好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后来真的赖老长大了以后 我们真的有回到那个讲座去 然后就是在这个讲座里面 赖老长就讲了一段故事 给当现场的一些新的爸爸妈妈听这样子 同样感动台下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那是一个让爸爸妈妈 就是有一个信心 就是我真的开始我要努力的 为着孩子多做一些事情 因为的确有一个完善的机制 让他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真的听到现在我都觉得好感动 我知道亚文基金会推出像这样子的 听神儿单曲圆梦的一个歌唱计划 其实已经八年了 这八年大家也陆续看到一些 像Lana一样的小朋友 其实是有能力哼哼唱唱的 而且这个唱歌里面是得到很多的快乐 其实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跟四起二十年会差蛮多 现在因为发现的早 所以其实亲属的小朋友 他只要在做早聊这样子的语言学习 其实大部分的应该都可以 像一般的小朋友一样 在一般的教育体制下学习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可能大家在学校 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会遇到体位 像这样子 可能是带电子耳 或者是带助听器的小朋友 那他们都可以在正常的国小国中 然后跟大家一起深学这样子 那只是就是也会希望 希望不是很理解的小朋友 或者是爸爸妈妈 就是可以多一份尊重 然后大家其实都是 都是可以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平台下 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忙这样子 特别如果进入了学校 有不了解的小朋友 或者是家长 会产生一些可能对他们 这个听舍儿的好奇 甚至会不会达到 变成一种欺负听舍儿的状况呢 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目前倒是没有听到这样的状况 那不过因为像现在他们入学的时候呢 都会有老师去做一些课程 然后来告诉其他小朋友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天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 然后其实有一点概念上 就是让大家可以比较自然的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其实也没有这么难沟通 就是这种入班的宣导呢 就是会比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比如说如果你眼睛有时候看不清楚 大家就是需要佩戴眼镜 这是大家比较能理解的 那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听得比较不清楚 所以就需要去带出听戏 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去跟小朋友沟通 真的这也没有什么 因为爸爸刚刚也说到了 就像现在近视的小孩太多了 就是大家都很能理解 我眼睛看不清楚 视力越来越差 电视电动玩太多 你就戴上眼镜吧 那跟先天听损的孩子 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需要一个协助来帮忙 跟我们戴眼镜也是一样的 好 那不知道的 Nella你还有在旁边吗 刚刚大人讲了很多话 那你接下来可不可以请你轻唱一段 OK 一二三唱 不用紧张 那我勇敢就给你好了 好 一二三唱 天光灿烂 天空好 星辰 花朵开 满个种颜色 明天窗外 一片小白鸽 咕噜咕噜 在唱歌 忽然明白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像是一首歌 大声提唱歌 小白鸽 记得 你听就变得好快了 好棒哦 谢谢Lila 最后姐姐考你的这个题目 你也一样接招一百分 因为你有爸爸的勇敢 希望爸爸的勇敢 妈妈的爱能够陪伴着你走下去 一生一世 好 我们在今天很开心访问到这个亚文基金会刚刚所推出的公益单曲 幸福的孩子 爱唱歌的小歌手 还有小歌手的爸爸Lila 以及Lila爸爸来到我们的空中 谢谢两位 谢谢 拜拜 拜拜